如果你不能给那个人未来,就不要轻易地给那个人承诺 前段时间我看过一句话,觉得特别动容 他说你既然给不了我未来,那为什么还要来我的世界里打扰我 有一些感情真的是要慎重 如果你给不了他未来,就不要轻易地去打扰他 轻易地许诺一个人的时候,当有一天你一旦离开 对于那个人来说是永远的伤害 爱一个人不容易,忘一个人更不容易 轻易地许诺余生总是潮帅的 更何况在前面的感情面前 余生太多的未知,太多的没有定数 我爱你三个字,说出来很容易 像慢到老却很难 两颗陌生的心从刚开始一路走来 慢慢靠近之后,慢慢地熟悉 爱上了,心也连着心了 撕开的那时候那种疼痛,你想过吗 当两个人爱到你浓我浓的时候 轻易取下诺言,轻易地承诺余生 却从来没有想过未来 最后会分道扬镳,所有的甜蜜 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成了分开时 那些擦在心上的尺 说过的话很难收回 爱过的人很难忘记 一旦复出,一旦许诺 就很难收回那一份回忆 有人说你既然爱他 连承诺都不敢给 那算得上爱吗 承诺不是在嘴巴上面 是在心里 当一个人用心给你承诺的时候 他就算没有说 他也会一直陪着你 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不会放弃 而轻易用嘴巴给一个人承诺的时候 你确定能陪他到老吗 但是不管说的多么认真 或许两个人也都是认真的 也都是真心在一起 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之后 有些话慢慢也就成了玩笑话 只有一个人傻傻当真 只有一个人还在那里原地等待着 换来的却是那个人的余生 不再回头 有个网友和我说 他说曾经有个人 跟他许下了五年的诺言 说五年的时候 一定会回来找他 时间过了 五年的时间 人生有几个五年 当五年期限到了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却和别人结婚了 留下自己在彷徨 有的时候可以爱一个人 但是不要太傻 在有些感情面前 你当真的时候就输了 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 感情就是一个多变的事情 在不确定的未来 不确定的感情中 轻易地许诺给别人一件事情 你这样就是对别人负责任吗 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 能给他未来 那就好好想清楚 不要轻易许下诺言 不要轻易对他承诺 不要轻易对他说 我会娶你 我会陪你到老 余生那么长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坚定 时间是会动摇一个人心的 曾经最爱的人 也会因为时间而淡化 对彼此的爱 所以你要记住一句话 真正爱一个人 是在心里 不是在嘴上 别轻易地给一个人承诺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爱 来吧 感谢观看